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赛马习作 今天是2020年12月3日晚上 拍片大概9点半,松一点 又来到每个星期一次,神粗营养快线时间 为大家提供一些有养分的神粗资讯 帮大家量码时候提供营养 跟我一起爆料,仍然有RW赛马台的嘉欧臣 大家好,我是嘉欧臣 在爆料之前,今天也有几宗消息可以跟大家详细讲一下 有关国际赛,也有关受伤騎士他们最新的进展 开始之前也简单提提大家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可以按订阅 再按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在影片途中有广告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高抬贵手 尽量看完,谢谢 交臣,有几个骑士现在受伤,隔离之类之类的进展是怎样的 先讲一下潘明辉,他受伤 潘明辉反而是这几位受到影响的话罪中 肯定了确认是没有事的了 星期四之后,神货已经出现了 那时候他就帮何言了操了马匹赢 以他的进度就是今天早上操完之后 他跟记者的交道 他觉得他下星期三就可以出赛了 但问题是,下星期三一来是骑士赛 二来是他现在才说可以,应该是不能颇取的 那麼可能下星期三是可以,但没有坐骑 或者是骑一两个大冷门一下 那一类 现在就没事了 但是有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就是蔡明啸 蔡明啸 始终关于老振党的程度 特别是这几天 也有很多 因为原本他们是 那天进医院做检查 出院的时候都会说 会不会有机会下星期三 其实才那天已经可以出院 但是现在目前 第二次再检查 结果结果出院 就好像不是那么乐观 但是还会每天继续保持检查 但是现在 说法就已经不是下星期三了 就希望说 在国际赛日之前 就是下星期日 国际正本戏那一天可以复出 那天就比较乐观些 那天就说到 应该很大机率出赛 反而就不是下星期三了 潘明啸在神货看到他 蔡明啸应该复粗未呢? 未复粗的 还在休养中 还要在医院检查 因为他还要过那关系 医院告诉你 是适合做这么高位的运动 和马会医生去查 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都还没过 OK 继续吧 还有两位 就是受到疫情影响 因为在疫情大厦居住的 那两位 其实是黄浩林和黄英都 这里先打个叉 因为我们还没开麦之前 马亭都有问过 两个骑士会不会住在一起 不是 只不过两个在同一个屋 不同建筑 刚好那两个建筑 都不是两个男人 一直住在一起 或者两个不是邻居 不是是邻居 但是不是住在同一栋 两个很熟 两个很友善 可能经常玩游戏 但就不是同一间房 大家想到那些什么 机友 就不是那些 我没这么想过 我只是说另外一个 什么赛马女主播 那个应该不关事 还是关事的 那个附近屋远 附近屋远 那先说毛衣东 不要说那些女主播 那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这两位每一天都会再不停地复检 以我所知 现在要求就是说 星期五明早 早上再做完 就给他做神操 星期日是可以出赛的 但是要求就是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每一天都要去做这个检测 就是COID19的检测 嗯 因为都担心会突然之间出现病症 但是就是说 明天早上没事 明天早上你会在神科 会看到这两位歧视 那现在比如说明天早上 就是意思呢 他们不是明天早上 每天是做个检测 但是他们还没有进入马场 做神操住 是吧 明天早上可以 就是如果 比如说明天早上没事 就是明天早上可以 是吧 我再说明天早上的意思 明天早上没事的意思 就是明天早上做操练之前 最后一次检测 都是没事的话 就可以了 具体是今晚做 还是明天早上做 我具体不知道 但是我得到的信息就是 只要再查到没事 明天早上你们就会看到 这两位歧视在神操中 我得到的信息 因为上天他们都应该要继续检验的 是吧 继续检验 每一天都要检验 每一天都要检验 检到什么时候呢 不好意思 知道吗 我想最少在星期日出赛之前 都会做 都会做 因为你出完赛 大家的歧视都已经混在一起了 那就是变相了 变相了所有的都要检验 但是其实 我再说多一点 因为以我所知 其实 无论EI的歧视有没有这种病绩 每个议会 就是每个赛日之前 以我所知 都会有 类似口水检验的东西 是 明白 一些东西是弱检的意思 以我所知 11月头已经开始有这种东西 所以 大家不需要担心 骑士会出现这些感染 那些 如果真的有这么不幸的话 很快就知道 当天就知道 你当是弱检的意思 好的 讲完这些骑士的情况 几位骑士有不同的遭遇 国际赛 大概是下星期跑而已 但是这些配搭也有点兜乱了 有几件事就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讲田泰安 今天《南华早报》 大致标题是讲他的 就说他是 他不能相信自己没有了这个标志智能 对不起 但是这个 其实你上个星期已经讲了 胶神 上个星期四已经讲了 跑完之后 已经传出了 换骑士 换就正在换 在想着换谁呢 那时就说换法国骑士 今天就知道是苏明伦了 是 那苏明伦其实已经在马会的 什么马匹王 即指南 有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大家可以写出来 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已经是那个账领 才写了是苏明伦的 接着呢 现在《南华早报》就说 田泰安 是觉得自己不能够自信 其实自己没得跑 也没有说是否自信 可能他也知道 只不过是对外说难以自信 但有一宗真的比较难以自信一些 乙龙共舞换人 高神 乙龙共舞 也是画像换画像 我想大家的特别原因 不是说 杨明伦换是可惜 但是想不到是换走杨明伦 但也换回第二个画像 大家可能觉得差不多 只是这样的意思 我想是这样 但也会替杨明伦底 其实为什么会换走杨明伦呢 这个乙龙共舞 就是 以我所知 真的純粹 因为今天下午 马田特地就这个问题 叫我去问 一些相关的朋友 认不认识 也有问过 一些在坊家白马逢工作的人士 其实 都是很坚纯的原因 纯粹就是希望去到正本戏的时候 换回信心好 好一点的騎士 以及近这两次 成绩结果出来 不是那么满意 就没有针对騎士发挥的 只是说希望可以刷新鲜感 换一换期才会不会有不同的配搭 也都再延伸说了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说 为什么说 今季头几次都用洋明伦 突然之间 现在才用何摘要 其实本身 坊家白马房的计划 暑假的时候 计划香港杯 是两个的 一只是跳出香港 另一只是乙龙共舞 跳出香港其实很早 已经很肯定 如果正常跑多的话 就是何摘要 就一直跑到香港杯 所以为什么 御龙共舞 那时可以这样做 是杨宁伦 负责投那几枪 但是 挑出香港健康的问题 你现在如果可以操练表 你可以看到 快跳过 但是伤了 现在重复重复 变相了何摘要 凶了出来的时候 亦都产生了 近这两次 可能御龙共舞 都准准的了 不如换人试一下这个想法 我就是一个前列可信的骑士 产生了这样的事 就不是对杨宁伦有什么不满的 因为我甚至听这位手组的信息 是说 如果之后 我假如可能 同场有其他麻烦 是可以用回杨宁伦的 就不是不满杨宁伦的表意 纯粹希望去到正本气的时候 希望可以用强一点的配搭 就是不要留遗憾 那什么意思 这个大都杨宁伦 我觉得也是让他有些不满的 就是其实你 为什么跑开没问题 为什么要换走他呢 我也是觉得有疑问 当然他一定有理由的 那杨宁伦就可能没有不满 但是伟大好像有些东西有不满 有关国际赛 首先说回一件事 今天有些朋友传出来 带回头桂线 未完全经证实的 但是我听完这件事之后 如果我是当时人 我会很生气 我不知道当时的那些慈分者会不会 就是短途键 如果大家有4场国际赛 或是0044 只是短途键 安排了两匹后备 其他三场都是没有后备马的 唯独是短途键有两匹后备马 那为什么短途键要特别安排了两匹后备马呢 因為當時跑完預賽時傳出了一些消息 第一個消息就是有理共賞賽後心律不正 還有人者全心貴內復出之後表現不滿意 然後是甚麼不良於行之類 所以當時甚至有些信息是認為這兩匹馬 特別的有理共賞是很大機會退出正本的東西 但是始終有理共賞都還在報名 他在報名和貴內都贏了 Group 2 的話 他一定能入圍 所以當時有傳說邀請當家後王先報名 因為有機會馬會退出 當家後王用了20萬去後補加入 因為他不是第一階段加入 關達是第一階段 之後後補加入就要付20萬的報名費 這些在第一階段就不用付錢的 但是他現在要付錢 因為馬會就邀請他報名 因為以為有馬會退出 但是誰知道現在看上去的名單 他是第二後備來的 就是補出的機會是很低的 是的 之後就傳出有些持運者就不太滿意了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你無緣無故要我付20萬出來 但是沒得跑的你也會生氣吧 還有你叫我 本來我不是想報的 又不可以確認你 你多付我跑才付20萬 那我也比較好 好像傳出有些前運者 對這件事有些不是那麼開心 因為給了錢 但是又跑不了 還有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 就是他認為這匹馬 應該實力是給短途錦錦 你剛才說的那兩隻好了 可能是吧 給短途錦錦裡面 有些參戰民的情況好 沒有針對哪一隻 OK 我又要幫你戴一戴頭盔 這個是傳聞 還未證實的 還未確認 只不過就說好像是不滿 因為有人邀請他報名 給他20萬元 誰知道是給他20萬元 其實我所謂的關鍵 未經證實那點 我是未經證實 是馬主套 還是蓮馬斯套 還是兩個一起套 就是一定有的 拿著誰 我戴頭盔 我不肯定哪一個套 你的頭盔是可以薄一點的 我那個比較厚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 如果是當家和王補出 大家要特別留意 剩下一點時間 膠臣放下心水 這次喜歡第九場一號 來地1650 就好運 因為這場 其實我再看回 這場叫得飛 其實例如雙天至尊 或者天天精彩多 這次也要上第三班跑來地 變相換了一批新的對手 就是一個挑戰味 原班有實力的馬來説 白太子 我覺得跑三班黎地 其實已經分到很盡 近將只能夠接間 其餘是有三班能力 甚至下班的馬來説 崩紛遊戲也好 街運內也好 全民皆知也好 我認為黎地實力 都沒有這批好運那麼超越 這批好運集齊 其實有班底 還有黎地能力好 上次是 你看紫進採集輸七個馬位 但某程度上 那裡有四個馬位 都是黃金甲出來的 還有他全程就是跟黃金甲的補足 回到散散 這次換了一批對手 不再是全香港跑來地最恐怖的 班馬了 還要用周俊樂 再減多七個 這次再換一批對手 跑回自己贏的 來地路程 我認為也是今季 比較好的一個開債機會 所以推薦九長億的好運 好的 最後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Patreon和YouTube的會員頻道 都歡迎大家每月課金支持 裡面有更多文字內容 WhatsApp頻道和海外賽事提供 都在裡面 如果大家不想課金也無所謂 只要像影片左上角的三個符號 給手指公去鼓勵我 留言支持我 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 like comment share 我也一樣感激大家的支持 最後多謝大家 收睇今期的史馬田賽馬集作 謝謝膠神這麼詳細的報料 謝謝膠神 謝謝大家 好的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